其實新北市政府有個關鍵人物 叫汪李國 之前我們也提過 他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時候 當時就是因為 侯友宜的這個文化的大群管事件 當時幫他護航 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後來轉眼之間 他馬上跳到新北市政府 侯友宜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他立刻跳到新北市政府 一路從科長高升到現在的副局長 所以這一路以來 大家就認為說 汪李國就是整個侯友宜 不管是在這個這一次 誣陷賴清德的地級套會圖 或是整個過程裡面 罪該負責 而且被侯友宜叫說去做 這樣一個假的套會圖的一個公務員 所以今天卓煥廷也出來講說 如果從這個套會圖來看 完全比例是不一樣的 卓煥廷昨天有嗆 如果說這個套會圖 他說的有問題 請新北市政府來告卓煥廷 請問新北市政府告了嗎 如果卓煥廷說有問題 為什麼不敢告 新北市政府直接說 那是假消息 做卓煥廷講說是假消息 現在是選舉的關鍵時刻 假消息到底是誰在造假 卓煥廷提出這樣子的質疑 新北市政府如果認為 卓煥廷真的是在污賴 真的是在放假消息的話 你就去告啊 就去提告表示清白嘛 新北市政府為什麼不敢告 同樣的我們也拿這個套會圖 就是卓煥廷所拿出來的 因為卓煥廷的說法是說 他有去比對這些地級圖 從民國六十年開始一路的比對到現在 結果發現新北市政府拿出來的六十八年 跟七十三年的航測圖 整個排面的位置是都一模一樣的之外 另外七十三年跟六十八年的套會圖呢 你會發現比例尺是縮小了一點一倍 也就是說完全不一樣的比例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位置不僅位移了 可能那個圖形你也看不到 所以才會導致新北市政府現在的認定 跟實際上有很大的落差 而且在七十三年 昨晚你也提到 七十年的時候因為有颱風 所以七十三年的時候 屋頂已經被掀飛了 所以當時的套會圖 可能沒看到屋頂 但是還是有房子存在的陰影 都可以比對的出來 也有專家學者 中央大學的專家學者 地級專家也出來說 那個年代早期的溫度 濕度 紙張的等等 不一樣 所以套會的精準度 會有疑問 那你再來比對在地的騎老 在地的騎老 這個賴清德附近萬里老家的鄰居 都跑出來講 賴清德老家就在那裡 沒錯 小時候 我們都常去跟他媽媽聊天 他們家就住在那裡 後來因為颱風 整修不斷的怎樣怎樣到現在 那如果賴清德老家 原本不是在這裡 今天這些鄰居也可以出來講 原本他老家是在哪裡 現在變成在這裡 你有聽到任何一個鄰居出來嗎 沒有嘛 每一個鄰居都站出來 幫賴清德講話 大家都幫賴清德打暴不平 那這整個過程 賴清德的鄰居萬里的老家 是第一個 在場的見證 他們每個人都是證人 第二個 大家質疑新北市政府 在裡面為了選舉的惡劣操作 如果今天為了總統大選 可以叫說公務員做偽證 用這樣子的一個造假的一個地級套位圖 來誣賴賴清德 為了選舉勝選的話 這樣的總統候選人 大家敢支持嗎 大家也知道侯友宜是刑警出身 以前早期有一些很惡劣的刑警啊 他們是不是會逼供作偽證等等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今天這些公務員 也被迫被侯友宜拿來當選舉的工具 把黑的說成白的 白的說成黑的 把事實誣陷 把賴清德的老家 用這種假照的套位圖的方式 來去攻擊賴清德 讓賴清德這個百口莫辯 這個其實我覺得民眾 都看得非常清楚 因為大家會相信誰 當然是相信在地的 萬里的這些地方人士 他們所說的話 而這些侯友宜 侯市府的公務員 他所拿出來連比例尺都不對的 地級套位圖 會有人相信嗎 小屏 這件事情已經到了 大家要直接講 因為綠營的指控很重 那聖火直接講說那你告我 然後包括這樣 因為他們在過程中用字遣詞 連什麼有沒有教唆 有沒有什麼公務員 然後這些都擺在這個裡頭 新北市府當然也有發聲明 講說他們用的是 絕對只坐標的一些方式 不是什麼比例次 然後絕對沒有 聖火直接指說那個綠營 包括什麼樣子 就是放假號機 剛才那個嘉宇也講 那你們告啊 嘉宇現在要用到這方 選戰勝十八天 真的要用這樣的方式嗎 事實勝於雄辯嘛 你先告訴蘇患智嘛 蘇患智說你說謊嘛 蘇患智又說2007年 這個賴清德的媽媽 就是辦喪事 就不是現在的房子嘛 就兩個地方嘛 那時候就老房子跟現在的房子 就兩個地方 你可以馬上告訴蘇患智 這個意圖使人不當選 是一定會成立的 我認為如果告訴蘇患智 這個指控多嚴重 蘇患智發神經啦 他要講這個話 那有沒有人說我打死你 那你這個爛人我告訴你 沒有嘛 蘇患智軟軟的嘛 這是第一件事 蘇患智就是人證嘛 那個騎勞為什麼出來講 就嘉宇講的比較間接的證據 那直接跳出來 直接跳出來 就是兩個地方嘛 第二今天賴清德是非常不孝 偽見是一件事 大家看 他看起來很正直 賴清德那個人設 不是嘛 鹿島阿郎什麼 就他剛好就救到人 那我們也懷疑那個是 真的是這樣嗎 第一件事 第二真的啊 他一直培養這種人設 好像很正直 很熱心救人什麼 他形象就這樣排出來的 編擺出來 第二為什麼不孝 他說 他小時候他媽媽哭 哭是為什麼 啊弄這個房子 要繳那個房間稅 繳不出來 要借錢幹嘛哭 他什麼時候繳過房屋 什麼時候繳過房屋稅 你為了選舉 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就敗壞社會風氣 那不孝的最惡劣的示範 你沒有這個事 你說你媽媽為這個哭 為了圓晃這個選舉 第三 你說礦工可憐 又帶打階級 討厭嘛 這些人當總統就完蛋 你今天打階級的話 然後變成貧富的階級 礦工窮罵 財團富嘛 然後打各種意識形態 這是罪要不得的 我們希望臺灣是 祥和的社會嘛 然後那你當立委的時候 為什麼不去 五年一次通販檢討 就把這些礦區的 都變成可蓋的房子 容積小一點 都沒有關係嘛 可以談 你沒有努力過 沒有這樣做 現在又拿礦工 國民黨打階級 我覺得這樣不好 真的是失戀 這個社會 而且最後我要講 這個 鋼幣自由 你房子拆掉就好了 你為什麼不拆啊 你為什麼就是不拆 我就是要什麼捐出來 你捐公益信託都不行 不能捐嘛 你是偉健怎麼捐 你害政府啊 你害公益團體怎麼捐 誰敢要 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民調一直掉 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他就是不弄 所以當我們對老共的威脅 我們要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他敢他敢打中華民國 我們就跟他拼 國民黨也拼 民進黨也拼 大家都拼民眾黨 可是你鋼幣之用 就很可能會打仗嘛 老共怎麼樣的時候 就是個性就是那樣 辯扭 辯扭 真辯扭 小平哥剛才家瑜他們 包括林雲今天 從昨天到今天一直不斷講 那個空照圖所有這些 你覺得就是告蘇漢志 一件事情就解決了 告蘇漢志 你管他汪李國汪金慧 你就告他嘛 有什麼關係 你就弄他嘛 別人弄你就弄回來吧 蘇漢志是前臺南市長 他畢竟不是 前臺南市長 他畢竟不是萬里人 他去他所記憶中的房子 或者是實際上 那到底是不是他家等等 那可能他不清楚 實際上住在那裡 當地的居民 是在那裡生活幾十年的人 他們難道比蘇漢志不清楚嗎 他們最清楚了 今天只要有一個人 出來說賴清德 怎麼樣家裡不是在那裡 那大家當然一翻兩瞪 也拿出來說 或者是那時候的照片 完全沒有嘛 所有住在那裡的人 都說賴清德家就是在那裡 然後你再看一下 當時的這個公寮的照片 當時公寮我們從兩個圖 一個是航測圖 一個是新北市政府的 給媒體的對照圖 為什麼會說 這個是新北市政府 在誣陷賴清德 因為從航測圖 六十八年跟七十三年 位子從航測圖來看 都是一樣都存在的 位子都沒有變 可是今天為什麼說 新北市的套會有問題呢 因為在新北市對比的 同樣是六十八跟七十三年的 對照圖發給媒體 你會發現位子偏移了 所以為什麼說 縮小了一點一倍 位子完全不一樣 一個跑到樹林裡 一個卻不見消失了 所以大家才質疑說 七十三年你刻意的 把賴的房子消失了 所謂八十五號不見了 等等這些問題 而在這個裡面 你可以對比八十九號 八十九號在 看八十九號的位置 就知道偏移了改變了 所以這就是大家質疑的地方嘛 好像這圖的位置都沒有改變 但是在新北市的對照圖裡面 明顯的把賴清德的老家 跑到樹林裡去掩蓋住了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質疑說 今天侯友宜在打的是一場污賊戰 這個污賊戰就是要 誣陷賴清德說 第一個你沒有這個房子 你這個房子是新蓋的 無中生有 本來沒有這個房子在這裡 而現在賴清德的說法是 這個房子是父母留下來的老家 早年因為整修屋頂被風吹走了 整修整建到現在 完全沒有興建 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說法 那如果卓冠婷今天指控 新北市政府的說 如果有造假 歡迎來提告 新北市政府只有一個假消息 完全不敢提告的狀況之下 所有我們民進黨批評這件事情的人 都歡迎新北市政府來提告 說我們是假消息 選戰要打到這樣嗎 還是說大家今天所質疑的 新北市政府發給媒體的對照圖 就是一個無中生有 而且混淆視聽 魚目混珠 誣陷賴清德的污賊手法 而汪李國 新北市政府的地政局長 就是裡面從頭到尾 代表新北市政府公務員 出來批評指責賴清德的人 而這個人就是一路從台北市政府 被侯友宜拉拔到新北市 一路高升的人 這個人才是裡面最大問題 而如果公務員成為侯友宜的打手的話 請問未來侯友宜如果真的當總統 哇那整個國家機器是不是也被侯友宜這樣子利用 這樣子來攻擊誣陷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到現在為止 大家為什麼質疑新北市政府 質疑侯友宜為了選舉不惜的誣陷賴清德 這個其實是非常清楚 一種這件事情 如果這 怎麼樣小平 我秀一下這個 來來來來 這個民國93年的時候 這個建物靈動 沒有建物 到了100年的時候 100年的時候 有建物了 所有人叫做賴清德 權力範圍全部 我講這句話就好了